大嶼山發展 郊野公園會變成怎樣 大家都很擔心 我都很擔心 因為香港其實就是靠這一大片的綠色草地 郊野公園去令到我們仍然有一個平時去不到的地方 但是可以很快去到一些青春的環境 但是這樣和發展大嶼山就沒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其實大嶼山有很多地方已經發展了 甚至乎就算沒有大嶼山發展委員會 來到區議會的一億 重點都會擺起大嶼山的銀礦灣 就是銀礦灣都是會大搞的 其實大家都會侯著大嶼山 都會搞很多事情 那怎麼搞才搞得好呢 解困的方法就是不要只看大嶼山 而是要看整個香港 不是看大嶼山怎麼發展 而是看全個香港怎麼發展 你就會找到解困的方法 現在講大嶼山最主要講的就只有兩大功能 第一大功能就是旅遊緩衝區 不用每個都逼去廣東道 那你就靠那裏塞住那些人 靠那裏塞住那些人有什麼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東涌其實有很多新移民 那麼多新移民他們其實在其他地方 由於語言不通 又或者回去要照顧兒子 很多都是老夫少妻的 所以就很難找工作做 你搞東涌本地旅遊 由內地客接內地客 那就搞定了 內地的新移民 可以同聲同氣的Serve 內地經港豬澳大橋來的人 那是不是幾好呢 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這個逼入去的效果 可以透過清馬大橋收費去調節 那些人都是想來買東西而已 那在大嶼山買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入市區的 搞到路邊空氣污染很嚴重的 那就收它貴一些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第二個重點是 行山人士請留意 其實大嶼山的西南部分 是極難發展的 那裏風高浪急 無論你用什麼方式去運送 其實都很難將一些建築物資運過去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覺得行山行得很漂亮的地方 絕大部分都是不會碰到的 那如果這一點能夠說清楚 究竟是哪些部分 家裡公園是不會被人碰到的 哪些部分現在已經被人搞緊 我們希望找新移民來接回內地客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可以一石二鳥 幫大家齊齊解困 因為說到最後 你都想繼續賺內地客那些錢的 不過你不想他逼殺進來 搞到市區那麼擠逼而已 在大嶼山接載著這班人 透過這個旅遊換衝區 去造成分流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解菌了